Costco 哎呀就是这样子了 我们经常会吃这些东西 平常不像国内那样子 被那个新闻意思炒作给炒起来了 一个东西呢它要适量 如果说炒作炒起来就不太好了 对不对 就我们其实没地方去嘛 就是只能去Costco 不像国内选择那么多 所以有的东西呢就看看就行了 不要说是被炒作起来了 有拍到吗 好 Hello大家好 所以说你们刚才看到那个Costco 是我们平常如果住在比较偏僻的地方呢 才会去的 不像国内那样子 你跑个两个小时的车 你去那个Costco 这是不可能的了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这边生活就是这样子 除了周边的超市去一下 如果你觉得贵的话 那没办法 然后呢如果你想要便宜的 你就办一个Costco的联卡 就这样子搞 你看只是这边拍一下 我们就这样子了 顺便呢 之前我都是没有车的状态 所以说 都是在周边买东西 现在呢我们有车了 所以说要物尽其用 就是尽量的可以一次性能装 能装多一点回家 大概每个星期跑个一两次 或者是两三次这样子 我们今天买了好多鞋子 有的时候客户他们需要这个鞋子 然后我们就都买一点准备一下 免得每次他们要的时候吧 我们又得再跑 一次性这样子 多准备一点 还有那个什么衣服啊 什么之类的 我们几乎都是在Costco 买因为它比较便宜实惠嘛 如果说是你没有对那个牌子很大要求的话 其实在Costco就OK了 如果是在北美这边的小朋友 或者是在澳洲啊 什么之类的 这这个东西是看个人需求了 并不是说不要被炒起来 被炒作起来 像这些牛奶啊 或者说是小孩子吃这个炸鸡啊 什么之类的 还有就是如果说你有车的话 以后换的那些轮子啊 什么的 换车轮啊 什么之类的 嗯 都可以来Costco 因为是比较那个 靠谱一点嘛 如果你出去的话 五花八门的价格 会非常的那个 怎么说呢 就是非常的那个 不确定 这样子 还有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吃这个 啊生菜沙拉 是长这个样子的 啊 这个应该是我的午饭了 我们家里人估计也就只有我会吃这个午饭 还有个乐狗在这几下 这个是乐狗在这下面 OK 啊 袜子 啊 这就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白天是这样子 带着小孩子家人出来 这样子拉一车 可能两天跑一次吧 还是蛮不错的啦 啊 简简单单的在这边美国生活 并不像其他人拍视频那样子说是很艰难 其实有时候会很艰难 唯一艰难的地方就是 你可能是 啊 怎么说呢 如果你懒的话 你不想去动的话 你想要一来伸手放来张口 在哪里其实你都会过得很艰难的 对不对 水尿 动脑子 还有勤奋一点 跟西姐出来 她作为老板 其实我觉得应该算是比较苛刻的一个老板 啥意思 你看 我还得自己拿着相机在拍 然后呢吃也只能吃这个 乐狗 啥意思 而且只买一根乐狗 你知道吗 你买了大哥 不还好 啊 这里环境很好 你坐在这里吃的话 你可以看看风景啊什么之类还是蛮不错的 看一下 嗯 就吃着饭看着风景还是非常好的 吹着这个小风现在也不热了 简单的一个午餐 好 我们下期讨厌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就是我的RAV4 应该跑了差不多快要4000公里了 很好用的 我还是会不停地发一个视频 我平常用的是什么感受 在低公里油耗上面还是蛮不错的啦 我大概一个月就加50块钱的油就搞定了 因为跑的比较少嘛 是不是 最大的就是这个后备箱非常好用 这是哥们 这是大姐哥们 我老板可以坐在后面吃饭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 还有言归症状就是他可以坐在后面吃饭 小孩子可以在里面睡觉 会比轿车实用性来说非常的大 因为轿车底盘比较矮嘛 是不是 这个SUV它比较多用处一点 比较好用一点 我会推荐现在的年轻人 如果你选第一台车 怎样还是SUV 不管是国厂还是进口 只要它靠谱耐用就行了 因为毕竟空间大一点是 真的不是大那么一点点 你知道吗 就用起来非常好用 然后就刚刚我们就吃饭嘛 是不是 然后就停在这个位置 对不起